国内知名半导体制造公司 所带领开办的吉祥乐学长照课程 选择草屯镇避风社区为事半据点 进行了三个月十次的课程 让长辈学习多元的手艺 跳健康超以及旅游 很多的一些课程设计 就是让我们这些大哥大姐们 他在平常的生活里面 他有一些活动 透过这些活动的手作 然后一些我觉得他有一些心灵上的一些疗愈 然后也有一些一个休闲的一个慰藉 今天你很欢迎就是因为 我们的市场这些的结业室 我们很专门 我们把他报导成我们很正式的 像学校的比较典礼 这是很正式的学士服 对他们来说人生已经是博士博了 但是可以穿到人生第一次 在大学比较典礼的学士服 也是一个很好 也是一个很难忘的记忆 透过老师细心的指导 不仅能够达到健康乐活的目的 更举办毕业典礼 让长辈们穿上学士服 体验不一样的事物 丰富生活 参加这个活动 真的有够好的 从后来处理处理刀 来这里还有老师都自己 手脚并用的 每个地方都有用到 非常好 日月宫来这里最辛苦 三个月比较 比较典礼 很高兴 我要做一做 拿着穿着这种衣服 很高兴 感谢我们的集团 来帮我们领导 帮我们指导 没有看过妈妈穿过学士服的样子 真的很有毕业感觉 对长辈来说的话 就是她有更丰富的社交生活 感觉生活上面也更精彩 对就是还蛮不错的 先议员蔡明轩不仅参与长辈们的毕业典礼 更感谢企业如此用心 让避风社区的长辈可以多元学习 我们都可以看到长者 在这边可以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 我们所谓的活到老就要学到老 当然也要感谢有他们来地方 为这些长者设想 带给他们不一样的生活 不一样的共学的一个环境 明轩也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 也希望未来可以多多在我们的各大社区 可以慢慢的多多的来推广 透过三个月实施的课程 长辈们不单单只是学习手艺 及活动身心灵而已 更利用户外教学的方式 将课程延伸到外线市 丰富多元的课程安排 让长辈的老年生活也相当丰富 藉着六圣草屯采访报道 还有 好